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買二手車的有趣 以及下陸爺 因為這裡的交通費都很貴 所以盡快買一輛二手車 袋鋪都非常重要 但在我們四位 沒有我們相似的模特兒 所以我們要特地乘火車去其他地方試車 沿途都能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又不容易中看到芬衣草都很漂亮 可以當作試車之餘 可以當作短線旅行 也不錯 你看蜜蜂多肥 花蜜一定很棒 養到牠們這麼肥 因為在香港我們從來都沒有買過車 所以車其實不太熟 為了放心就買這些 批准的車 我覺得比較穩固 但他們試車的地方通常都是沙卡拉近遠的 很多時候可能要乘火車 乘巴士才能去到 幸好沿途也有很多漂亮的風景 例如綠油油的田園景色 還有一些花田 都看得很開心 所以就算火車飛偏貴 一點點也物有所值 但要試車 但要試車 就一定要準備好 如果你沒有預約的話 賣員不會載你 雖然你預約了要試一架車 到時那天又看中第二架 如果車沒有被人預約 而賣員有時間 可能著情處理也有機會 再試一架 但預約真的很重要 這裏就是Ospark的Motor Park 挺有規模 有幾大品牌的車 放了很多架 我終於明白為何要選擇這麼偏僻的地方 否則哪有這麼多地方 真的有這麼多架二手車 我們那天試車的HALOE 就是不熟悉 加上手機承錄也收得不好 所以用Google Mac 都會很激烈 所以會令我更激烈 用多了很多時間去試車 所以我都強力建議大家 在試車之前 就在Google Mac 自己走一次 計算你試車的路線 就不用像我們這麼HALO 還有如果你的過程是牽涉要乘巴士 記得要鬆一點時間 因為巴士的巴士 是可以好梳的 有些可能半小時才有駕駛 因為那些地方始終是比較駕駛 所以那些巴士 真的比較疏 可能在時間上你會 失語算 如果遇得太緊的話 幸好我們都遇得很鬆 這時間 原本想試完車有少許時間 但因為不熟路的關係 試久了 結果試完都差不多看日落 那就下次再玩Oxford 原來看的天然景色 真的很漂亮 今天又出了去試車 就會順道經過Reddit 順道經過Reddit 順便探討一個朋友 這是Reddit的火車站 一看就知道很有規模 有很多個平台 這是一個城市的規模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平時也很繁忙 這是火車站附近的景色 但是平時也不太多人 不過那天是平日 也不太多人 Ridedit火車站附近 都比較商業化 也有少少高樓大廈 看得出應該是商業中心 那天又有黑六夜分享 話說我們要轉車去Early 其實Early是比較小的站 原來在小站下車的時候 不是每一輛車都會開門 差不多到站的時候 有預告說 你要去第幾輛車下車 幸好我們都聽到 但是很趕急跑去那輛車 否則差點下不了車 所以要聽清楚 那些預告是很重要的 那裏就是Early不帶的住宅區 是路過別人的花園 那裏的人很好心機打理那些花園 種的花很漂亮 很多不同種類 看得出那裏都是一個不錯的好區 除了種花之外 我發現英國人都很喜歡養寵物 很多時候在住宅區 你都會看到貓貓 狗狗四處走 牠們都很憂鬱 所以又這樣曬太陽 很開心 牠們養貓都不會穩住牠 很多時候都是用放養的方式 所以 時不時就會看到貓 跳到鄰舍的花園 曬太陽 牠們是會四處跳的 那些粉絲 是懶不到貓貓的 牠們很容易就會跳過 那些粉絲 去別人家的花園曬太陽 好可愛 那好吧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也可以Like Subscribe和Shar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